2月7日,全红禅和陈玉希联手,在世锦赛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,以362.22分获得冠军,优势巨大,实现世锦赛女双十米台的三连冠。 全红禅加冕双冠王,陈玉希一金银,此前两人在单项上对决,全红禅击败陈玉希,如今到了双人项目,他们合体参赛,展现出十足的统治力。 全红禅和陈玉希是在2022年年初搭档在一起,此前陈玉希的搭档是张佳琪,两人拿下奥运克金牌,全红禅的搭档不固定,如为等人都和她合过。 自从全红禅和陈玉希联手以来,从2022到2024年,两年的时间,他们出战国内和国际比赛,包括世界杯,世界杯总决赛,市井赛等,保持全胜,只要是两人参赛,不论是预赛还是决赛, 第一名都属于全红禅和陈玉希。 比赛结束之后,全红禅在采访中表示和陈玉希搭档在一起,非常安心。 陈玉希在赛后谈到现场很多粉丝的支持,称他们的加油给自己很大的动力。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差距,陈玉希略高一些,不过两人在训练中努力磨合,适应,最终达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 外界也公认,全红禅和陈玉希联手,预定巴黎奥运会的女双金牌非常稳定。 陈玉希和全红禅搭档,成绩稳定,基本上都会在360分以上,在世界杯蒙特利尔战,两人合体拿下378.60分的高分,优势是全方面的。 也期待两人接下来在比赛的表现,2024年的任务压力很大,西安世界杯,巴黎奥运会等等,尤其是巴黎奥运会,陈玉希力争夺冠实现大满贯,全红禅则期待未免,两人也会联手参赛,期待直拉满。 感谢观看